欢迎收听海派小说《傅平》 作者 王安逸 演播 宇天 第十七集 不辞而别 孙子终于没有带走傅平 晚上就要上船了 下午奶奶欠傅平去买两斤桃酥 带给媳妇家那些讨债鬼 傅平去了 就再没回来 打好的行李放在床上 连换洗衣服都在 奶奶给她买桃酥的一块钱 放在针线框子上面 孙子这回来交她的三十块钱 压在包袱里 但她自己的钱一分没留下 显然她是打算好走的 奶奶猜想 她是跑到舅妈那里去 她谅她舅妈不敢收留她 早晚是要打发回来的 可一天两天三天过去 傅平一直没有回来 开始奶奶还想 去渣北把傅平找回来 可后来却想 人回来 心不回来 有什么用呢 孙子走时 很硬气地说 咱们不求人家 奶奶流泪说 奶奶把你媳妇弄丢了 孙子就像个大人似的安慰奶奶 下一年 我一定带个媳妇来让奶奶看 背过脸去 奶奶看孙子眼睛红了几次 却没掉下泪来 硬不让奶奶送 一个人挑着行李 拐出了弄堂 想起一回 难过一回 心里就发狠一回 傅平你要是回来 跪地求饶也不收你了 可傅平 始终没有回来 傅平确实跑到舅妈那里去了 除了舅妈 她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 舅舅舅妈出船去了 家中只有几个表弟妹 见她来 并不多么意外 上回她睡的阁楼还没收拾掉 只是将铺盖卷起在墙角 她用抹布抹了地板 将被褥抱下来 晒晒吹吹 重新铺好了 吃过晚饭 她洗过碗 把小的打发上床 自己就上了阁楼 楼下几个大的在背书 背一阵子 困了 便也关灯睡下了 上回说过 这里的夜降临得很早 四周静静得很 月光从小床里泄进来 亮堂堂的 屋脊下的一张蜘蛛网 嘶嘶发亮 傅平有一时怀疑地想 她这是在什么地方啊 又有一时想的是 船开到什么地方了 后来 她睡着了 好像睡了很久 醒过来 下面巷道里 有自行车 滋滋滋地飞驰声 就像在她耳边驶过 谁家的杂杯们 劈擦地响 有女人高声地说话 其实 才入夜不久呢 她再睡过去 忽悠醒来 以为舅舅舅妈回来了 曾有一回 她们也是夜里到家的 黄渡那边船多 搏不下来 只得连夜赶回了 可并不是 是风将一张印纸 从地上吹过去 刮出稀疏的声响 睡睡醒醒 最后 月光收起来了 换了一种灰暗的光线 描画出物件的轮廓 傅平晓得天明了 坐起身来穿衣 下阁楼 灰暗的光线里 孩子们还在熟睡 她走过房间 推出门去 眼前霍亮了 低矮的瓦屋顶上 天空很高 灰白色的 没有一丝云 十分干净 均匀 空气里含着水汽 动着手脚 吸一口进去 连肺都是凉的 却十分新鲜爽利 傅平捧开煤球炉 烧上泡饭 然后开始洗漱 孩子们一个个起来了 房间里有了一点热闹 巷道里也有了点热闹 傅平到集份站去到马桶 遇到些熟人 问他几时回来的 怎么没见他回来 这时候天色发白 有一丝丝的亮透出 终于在天际 聚成一道金边 太阳出来了 空气中的水汽收了 还是有些洞 但已经不那么尖锐 吃过早饭 傅平端了孩子换下的衣服 到集水站洗衣 又遇到些熟人 让开地方让傅平接水 看他盆里的衣服 说到底是 孙达亮家牙子的衣服 一点不脏 有件傅平没带小板凳的 就抽出自己屁股底下的 给他 说自己这就洗好 家去亮了 还有人叫傅平 相帮着脚背单 床单 天好 来洗衣服的人不断 忙忙地洗出来 又忙忙地抢太阳回去亮 新年的喜气 还留在人们脸上 人们回溯着大年三十的韭菜 谁家炮掌放的红火 还有到上海逛去的 小军几个年轻人 他们摇了一只手摇船 沿苏州河到外白渡桥 上到外滩 下半夜才疯回来 就问傅平 见小军没见 傅平说 还没来得及 谁晓得他又疯到哪里去了 那问的人 有些神秘地眨了眨眼睛说 你们快要是亲戚了 傅平正诧异他的话 不料却另有一个人 忽想起了什么 对傅平说 不是说你去乡下结婚了吗 傅平脸刷得红了 他端起衣服就往回走 心跳着 想 到底是知道了 孩子们都上学去了 小的那个出去玩了 院门开着 院门开着 傅平闪进院子 将门带上 擦了竹竿 一件一件 晾上衣服 太阳要照进这偏窄的院子 还需有一个时辰 舅妈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傅平晾完衣服 将手掩在棉袋底下暖着 木勒的手指先痛后痒 渐渐有了知觉 他将两手一撒 横下心来 管他呢 下午两三点十分 舅舅舅舅舅妈回来了 推门看见傅平 兜于症 舅舅没说什么 点头笑笑 舅妈的脸色却变了 傅平到底有些胆怯 借了舅妈手里抱着的被褥 拿到太阳底下去晒 转身替舅舅 倒了洗脸的热水 再去将中午的剩饭剩菜 烧一锅菜泡饭端上桌来 这时孩子放学回来了 纷纷喊饿 他又到锅里挖锅把塞给孩子 然后就提了桶去丹水 走在巷道里 迎面遇上小军也没看见 小军呢 往边上一站 让他过去了 下半天时间 傅平忙碌着烧饭收衣 舅妈插不上手 也照不上面 只看见傅平的身影闪过来 闪过去 不定得很 或者吆喝孩子洗手吃饭 不要打架 声音比平时高 而且来得急 舅妈心里有一百一千个问题 只是没机会问出口 终于等到饭吃过 晚洗净 小孩子上床的上床 背书的背书 孙达亮出门找人下棋去了 房间里安静下来 舅妈成百上千个问题 已经归结为一个 那就是 奶奶知道你来这边吗 傅平起先沉默 后又被逼问了一遍 奶奶知道你来这边吗 舅答道 我这么大个人 丢得掉吗 舅妈瞪大了眼睛 那就是不知道了 随即又叹气道 唉 你三番五次往我这边跑 奶奶到我和她抢人了 傅平顶嘴道 抢什么人呢 抢外甥女 舅妈不由火了 勒了下桌子 亮着嗓门说 抢她孙子媳妇 傅平又回嘴 谁是她孙子媳妇 舅妈冷笑一声 哼 不是她孙子媳妇 你叫她奶奶 你花她盘缠来上海 住她东家屋里 这就把傅平说别了 舅妈看她样子又可怜 缓和了声音 唉 做人不能这样 要讲信义 人家带你不薄 在你身上花销够多了 退一万步说 人家带你不怎么样 你硬下的事也不能反悔 要被众人指几两骨 骂祖宗八代的 傅平听到这话 站了起来说 我是有娘生 母娘养的人 祖宗八代 干我什么事 说吧 转身上了阁楼 留着舅妈 瞪着眼在楼下 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一帮小的光听他们吵 也不知道吵些什么 只觉得气氛紧张 便像受惊的雀子一样 一盏旗地抬头望了母亲 又去望头顶上的阁楼 傅平抱着腿坐在地铺上 不开灯 周围都是暗的 她将下巴抵在膝头上想着 舅妈要不留她 她再到什么地方去呢 有一列火车过去 轰隆隆一阵响 房子都冻了 然后是气敌的锐叫 沉重的吐气 傅平和舅妈吵开了 反而平静下来 她再一次对自己说 管她呢 然后慢慢往后推到铺上 脱衣躺下 刚想了一句 小君怎么没看见 便睡熟了 这天晚上 轮到舅舅舅妈睡不着了 是留 还是不留这个外甥女呢 留 是丧良心 帮着欺负人家 不留呢 方才傅平说 她有娘生 无娘养 分明对她们的怨很深 她们还能再得罪她吗 隔了那么多年 长大成人的外甥女 来到她们面前 多少是使她们 感到心虚有愧的 她们这两个 重仁义的人 今天真是碰到了 一个棘手的问题 翻来覆去了一夜 第二天 再看见傅平 就有些不自然 舅舅本来不多话 点点头过去了 舅妈则变得客套起来 原先是要吩咐她 做这做那的 现在见她拿起什么 就赶过去让她放下 几个孩子也变乖了 不等大人吆喝招呼 该做什么做什么 一时间 地扫了 碗刷了 床单拿去洗了 菜米油盐 有人去买了 要补的东西藏起来了 等人走近了 傅平一个人 对着干干净净一个家 闲了下来 她跨着门槛 站了一会儿 看着往下滴着水的 被单子 院门开着 有说笑着的女人 走过来 打打的脚步很响 傅平侧耳听了听 脚步声又过去了 傅平停了停 走出院子 带上门 决定去找小军 太阳和前一天一样好 脚下的地有些软了 谁家篱笆里的迎春花 疏疏朗朗地开着小黄花 向东拐一下 再向南拐一下 一座三层的水泥房 就是小军家 小军妈在家 坐在太阳地里 守着一报纸的沉米 捡米虫 迎着光 一时看不清人 非等傅平说出 孙达亮的外甥女 才认出她 接着就问一句 嫁去成亲了吗 傅平装没听见 就不回答 问她小军在不在家 她妈说 啊 跟光明出船去了 昨天早上在急水站 那女人的一句话 只是在耳边又过了一下 你们快要是亲戚了 原来是这个意思 当时自己怎么没听出来 傅平有些心跳 蹲下去帮小军妈 从米里捡出几条米虫 听小军妈告诉她 小军现在申请了临时工 等和光明结了婚 就正式在一条船上坐 坐几年有了额子 就可以转正式工 他们家是三代船工 还不受照顾 又说光明虽然大几岁 可小军这种毛毛糙糙的孩子 男人大几岁倒好 是过日子 又不是过家家 对不 然后又添了一句 咱们就是亲戚了 傅平说 那小军怎么不来了 她妈说 她不知道你来 傅平说 我这就是来告诉她的 我来了 想来就来玩 傅平又替她捡出几条米虫 站起身 拍拍手上的米粉 走了 下午 也是一个人 舅舅舅妈到队里开会 小孩子放学回来 又去捡煤盒 巷道里的走动 比上午时分打了些 可并不见人来串门 傅平的事情 只这一天半 人们都已经知道了 都有些逼她了 这多是些淳朴的人 遵守着做人的道德 他们虽然离开了乡土 但依然对家乡 怀着清静的心情 家乡发生的事情 就像发生在他们中间 由于他们在这里的社会 扩大了 家乡的概念 便也扩大了 不只是某一个村庄 某一个县份 而是一整个 操他们这样 苏北方言的地区 傅平的作为 使他们觉得不光彩 而且 十分同情那个 受他欺骗的青年 他们没见过他 可是见过他奶奶呀 多么和气 多么雅致的一个奶奶 见过世面 但同他们谈起乡里相亲 又那么谈得来 不用说 他们对傅平有了看法 意见还挺大 这天 遇到孙达亮的几个小孩子 就颇有讽意地问 你家大姐姐住下来 请她吃什么呢 小孩子头一低 走过去了 自此 也对傅平冷下来 傅平坐在院子的太阳地里 这会儿 院子完全照在太阳里了 他拿了一柄斧子 将一根萤火柴 慢慢地破开 破开 最后破成一把细木条 小孩子推门进来 将篮里的煤盒 倒在墙角 怕他碰事地声明一声 星期天 我爸爸做煤机子 再拉门出去 门 砰一下关上 又剩负品一个人 他提起斧子 将那把细木条 拦腰劈一下 用手葫芦起来 撒在木柴堆里 起身进了屋 被担干了 在风里鼓荡着 挂起了一个脚 傅平并不去收 由他去 竟直上了阁楼 晚饭 是舅舅上阁楼 叫傅平下来吃的 这也有一种隆重的意思 傅平当然不能 和舅舅赌气 他对舅舅始终抱着 敬畏之心 所以本来不打算 下来吃饭的 如今指责下来了 饭菜已经端上了桌 孩子们捏着筷子 等他做定后 方才开吃 饭桌上沉闷得很 只有筷子碰碗的叮当 偶尔 舅妈低声嚷一句 慢点 噎住了 倒是舅舅向傅平发问几句 问到上海逛了哪些地方 有没有看过电影 在这样尴尬的时刻 就需要舅舅出来调和了 傅平埋着头划饭 回答着是或者不是 舅舅又说 吃菜呀 舅妈便往傅平碗里剥菜 无奈傅平将碗拿得远远的 硬是不让拨 最后舅舅说了句 让他自己吃 舅妈才将菜碗 在傅平跟前放下 一顿饭好容易挨过去了 舅妈刚站起身 孩子们就像一队训练 很好的小兵 你拿碗 我拿快 一眨眼 饭桌撤干净了 傅平并不去争夺 只顺手将几张方凳 送进桌渡里 这时候 小军进来了 小军的样子有了改变 长辫子剪短了 便收和刘海 烫成蓬松的球 上身穿一件绿泥外套 领口寄一条 瞧其沙花巾 照理是很摩登 可事实上 却变得香气了 一看便是光明的作用 他的审美观 现在落实在了小军身上 虽然都说光明 缩不缩 其实年轻的心 都是开放的 向往着实心 小军看见傅平 不由就往灯营里 站了站 傅平说 我今天找你去了 问你来不来睡 小军先说来睡 后又说 他二哥去上海学习 他要陪他二嫂睡 说吧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下 当初 他是知道 舅妈给傅平和光明 撮合的意思 后来 却变成 他和光明了 尽管他没有一点责任 可总归是别扭 现在 傅平又是这样 一个人的回来 小军多少以为 自己有一些不对 他很年轻 在简单善良的人中间长大 受着父母 割扫的宠爱 实在是没有多少经验的 落在这个难堪的地位 恨不能事情不要是这样 重新来过一遍才好 可他又觉得很幸福 光明带他很体贴 当然 有时候他过于温存了 叫他很难为情 可毕竟是从小认识的人 不生分 很自然 很愉快地接受了下来 最重要的是 他将要有自己的小家 他必须要把自己的小家过好 这样 他就变成一个勤劳操心负责 又略略有点唠叨的女人 方才说他样子有改变 衣着发饰 只是外表 真正改变的是在这里 他变得有些老气了 舅妈拉小军坐下 又拿出过年吃剩的瓜子 让他磕 问他光明怎么不来 一听光明这名字 小军便红了脸 舅妈也有些不自然 就忙着抓瓜子给复平磕 好像他是方才进门的客人似的 傅平反倒震惊下来 他很大方地问 小军几时办喜事 他决定送小军一对枕头好不好 小军将头埋在桌上 痴痴地笑 这才露出些以往的疯傻样子 傅平挑开了话头 舅妈也放开了些 说着喜事的细节 新房怎么做 酒席怎么办 光明送小军什么东西 小军就说不要 又说自己家里有 舅妈说 那自然是的 你家就这么个宝贝闺女 你爸妈要好好地发送呢 这话 这话赐了傅平的心 脸变了 舅妈觉察了 又收不回去 力图要补回来 说 我们是傅平的娘家人 出门时啊 也要好好发送的 又是说不得的话 傅平硬着脸笑道 你发送小军吧 小军是舅妈最小的那个 也是独生女 今年才六岁 吃了外甥女的呛 舅妈也只好陪着笑几声 谁让她是舅妈呢 坐了一会儿 傅平偶尔回头 见窗户外有个人影 向里探着 站起身 推门出去 院子里进来个人 双手插在裤带里 晃着 一看 是光明 傅平说 光明怎么不进来 一面回头对小军说 人家来接你了 光明低了头 从傅平身边挤进了屋 喊她咕一声 就在小军坐的板凳头上坐下 舅妈说 傅平啊 你站着做什么呢 傅平说 她在看鸡窝有没有堵好 看了一会儿 她才进来 坐好 光明低头侧身坐着 又比以前壮实了一些 脸在灯影里 看不清 但看见 头发改样了 不是原先包着的飞鸡头 而是剪短了 比较潇洒的分头 大约是依了小军的要求改的 看上去是年轻了 也清爽了 舅妈和她谈着对立的事情 吊派船只 交换垃圾定点什么的 小军也插上话来 发表自己的意见 她说话时 光明听着 然后就笑道 你也懂啊 说多了 小军就反截 我怎么不懂 光明立即退缩 好好好 舅妈则俯着小军的发辫说 她怎么不懂啊 我这姑娘懂得很呢 说了一会儿 光明就说走吧 舅妈说 小军不走了 就和傅平一起住了 傅平听见说自己的名字 一抬头 正遇上小军朝她这边看 两人的目光对上了 不由都正一下 小军正托舅妈挽她的手 跟了光明一同向外走 出门时 一只手很自然地插进光明的壁弯里 两个人就这样挽着手走了 舅妈送两个孩子回来 见傅平一个人在收拾桌子 将没磕完的瓜子装回铁厅 再把瓜子皮撸进本机 这一时 舅妈感到了对不住傅平 过去抢她的本机 傅平不由恼怒起来 将本机往舅妈手里一送 转身向阁楼去 舅妈也急了 不分青红皂白 对傅平辩解说 你莫怪我 我原本是想把你说给光明 可是 傅平已经上了梯子 又下来 煞白着脸 舅妈 你越说越不像了 光明干我什么事啊 你又不是我娘 凭什么把我说给什么乌龟王八蛋 舅妈受了外甥女这般抢白 一时眼泪都激出来了 傅平眼里也包了泪 四目相对着 终于移了开去 傅平上了阁楼 舅妈进到自己房里 一个晚上 又这么过去了 感谢您收听有声小说 傅平 欢迎订阅于天的频道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